306转向轴承座 这一题我们从底座画起 这边我们点选深藏填料 选择上基准面 然后这边我们用矩形 在这里画一个矩形 然后因为坐标系统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一条的终点 跟这个 原点 做重合共点 然后我们给尺寸 来这边的尺寸 这里是80 这边是50 然后圆角是R5 圆角 半径为5 然后点选这一点 点选这一点 按确定 然后这边我们画一条垂直的建构线 然后这边画一个圆 然后做镜色 镜色线是这一条 确定 然后我们给尺寸 圆的直径 是12 好 那圆跟圆的 圆芯距离呢 是 55 好 圆芯到这个边的距离呢 是 38 好 确定 完成之后 确定 然后他的厚度 是15 那 因为坐标系统要在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往下 反方向 深长的长度是15 好 确定 好完成之后 我们再画后面这个地方 好来 那这边选择深长填料 选择 前基准面 好然后这里 我们画一条垂直的建构线 从这里画一条垂直的建构线 然后画一个圆 然后再画一个圆 好 然后呢用线好从这个地方 画到这里 这个点 然后跟外面这个圆相切 OK要相切约束啊 然后做近色 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啊 近色 线是这一条 好按确定 好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给尺寸 好来 第1个 里面这个圆的直径是20 外面这个圆的直径是40 好然后呢 圆心 到最底部的距离呢是 150 好 那完成之后确定 好 好 那我们要 深长啊 深长的第1个部分是这个地方啊 他的厚度是10 10 来然后 是往这个方向啊 没有问题 确定 好 然后呢 再把深长填料的深长2里面的草图2点选之后 再按深长填料 选择外面啊 外面这个 环的部分啊 然后这边是40 好 然后方向248 好 确定 好 好 那完成之后呢 接下我们做这个热彩的部分啊 所以点选草图 选择 又 基准面 好用线啊 在这个边啊 不要点到他的终点啊 不要点到这终点啊 避开啊 从这里 画到这一条啊 OK 然后呢 给尺寸 好 好上面这边是18哈就这个边 到这个点的距离是18 好下面是8哈下面这个距离啊 这个边到 这个点的距离是8 好 确定 好确定之后呢 我们点选特征里面的热彩啊 点选他反向啊反转啊 然后呢 这个宽度 宽度是10啊然后中间 两边 OK确定 好 那热彩的部分就完成 好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画这一个啊 那我们要先做一个 这一个的平面那做平面之前我们要画一条线跟中间这个夹 50度啊 所以这边选择草图 然后选择 前基准面 好一样我们画一条 锤子的建构线 好然后呢再画一条 任意角度好任意角度的建构线 好那我们给尺寸好来这里到中间这条建构线的角度是50 好这个点 到底部的距离啊我们来看他给我们的是40 好 确定 好确定之后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平面啊通过这一个啊所以这边特征 基准面 好 第一个要通过这一个也就是要重合啊然后第2个呢 呃我们要 跟 呃前基准面做垂直 好垂直 好完成 完成之后呢我们这个面要画什么呢 画这一个形状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用 扫出填料所以要画这一个型号 画到这里就好了 来所以这边我们先点草图 选这一个面 好然后呢这边我们先 做 参考图源 先参考这个点 好确定 确定之后呢来我们 选择正式以后来就这个点 好那我们点线从这一个点 好从这个点开始绘制后画一条 水平线 然后呢再用这个点画一个四分之一壶 好 然后呢这边要相切 这个点跟这个点要 水平啊要水平放置 好OK 好来我们给尺寸好这边 这边是 80 好这一个的半径 是 R20 这边给20 好 完成之后 确定 好 确定之后呢这边我们要做出 一个 轮廓好就这个轮廓面 好那要画这轮廓面之前呢 我们要先建立一个平面啊 好 点选基准面 来通过 啊跟这一条线垂直 通过这一个点 好确定 然后呢 我们用草图 好点 这一个平面啊 在这个平面要 绘制草图 好来那这边我们先 建立一个 好我们先建立一个 建构线好来 好然后这边用线好从这里 好垂直 水平 垂直 好水平 垂直 好来 然后呢这边我们用 镜射图园啊这个地方 好镜射于这一条线好来 确定 然后呢这边来这里 长度30 好 这边 啊这边是10 这边 也是10 好这里到这边 距离 30 好完成之后 确定 好 确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 扫出 填料的方式哈轮廓是 这一个草图 轮廓是这一个草图哈 然后路径是这一条线哈 这一条 不要点错了 点到这条不对这一条哈 好确定 好那这样子 这个部分 就 画到这里了哈然后这个部分呢 来要再做一个平面我们先把 其他平面给隐藏啊 好 这边一样哈 那这个也隐藏啊 来 这边呢我们选择 啊基准面 好选择这个面 好跟他垂直 然后通过这一条线啊 要重合哈来确定 好然后呢 这边有没有生长填料 选择这个面 好 那这个面呢 这个面 是 这个部分哈 也就是 要在这里 画 来 画这个 好画这个 来那所以这边哈 在正式以后来 我们换一条垂直 啊用线直接 话就可以了哈 好来 这边从这一个点 垂直向上 好画一个半圆弧 然后这个点跟这个点在同一个垂直线上 好来 然后回来 再回来 好OK 好来然后这边到垂直哈 然后呢里面我们再画一个圆 好我们给尺寸后来 呃里面这一个是20 好 圆心或弧心 到这边的距离呢是 25 好确定 好然后呢 生长的长度呢 我们做反向哈 我们给到某一个顶点哈 到这个点就好了 确定 好 然后完成之后呢 这边 我们要把中间 消掉哈就这个地方 这里 这地方哈要找掉哈所以这里 来 选择生长除料我选 我们选择这个面 好这个面好一样呢我们这边画一条锤子的建构线好中线这里哈锤子建构线 好 然后画一个举行 好 然后呢 这一条 这一条跟这一条呢做 相互对称啊 好给尺寸 来尺寸这边呢 呃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哈这边来 不是这里哈这里才对哈这里来 这里这边到这边的距离是 10 好 然后 这一个 10 好完成之后 然后 全部贯穿好就全部把他 删掉哈来除掉 确定好那这样子就变成这样子一个形状 好然后我们把平面先隐藏 好 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圆角的部分 好圆角他告诉我们没有标示的话 结为R3 好所以这边我们先做圆角 然后半径13 然后这里呢来第1个这边要分很多次做哈 来第1个我们先做这边跟这边 好还有这里 跟这里 好确定 好然后第2次呢我们做这一条 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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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这一条 这一条哈还有这一条 好确定 然后完成之后呢接下来这边哈这里 这一条 跟这一条 好确定 这一条 好确定 接下来呢我们来做 做完做是这一条 好确定 好那这边完成之后呢最后面是最长的这一条哈来 点 这个地方或这地方都可以了哈来 假设我点这里 好那这边会从这里 老老老老老这里哈 还有 这一条 好OK 这一条是最长的哈来 完成 然后呢还有一条这里 好确定 好那这样子全部的 圆角都 做完了哈 好那 座标呢系统是S这边Y这边然后 利轴他没有标好所以S Y好来我们来看原来的座标系统 S是这里Y这边好所以不用再新增一个 来那我们来看题目 他我们总体基金是值为何哈 评估里面的物质特性哈 总体基是270416.3133 好那第二题呢问我们F跟 E跟F两点距离哈 E跟F E是这里F是这里哈所以这边选择测量 好然后呢第1个选择这一个圆 第2个选择这一个圆 好所以答案是133.5712 好 那这是第2题好来第3题呢 他要改变尺寸号 好来那第1个我们来看 生长填料的第1个这个部分 好 第1个部分D1 要改 要改60 这边 50要改60 然后D2 80改成90 60 90 起的不变好然后生长的 高度也不变 好这第1个然后第2个呢 啊这个部分 来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一个部分 好第3 是150改成180 好 然后起的不变 好 然后呢 那 接下来这一个啊这个不变好热裁这一个 啊尺寸也不变好来 然后少出填料这一个啊 这一个 有改变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5 好 5这一个 第5 80改100 好然后呢 R120改成30 好 然后呢 这一个 正是与这一个哈 这一个不变 然后 接下我们看平面这一个啊 草图式啊 这一个 这一个呢是 A1 50改成75 好 然后 呃 这边的第4 40改成 60 好 好 接下我们看第3题啊 第3题 我们Y Y的指是 63.3928 好 然后呢 总体积是 3505 68.1739 好然后呢第5题 E跟F两点距离为何 好来 这边好清除 E 一样好这里 F 这里 好答案是 197.7027 好 那以上这边是306 那以上这边是306 这边是306 这边是306 不为了 我们下笔了